是春节假期刚上班感到疲惫了吗 那当然是因为未蹲消德人憔悴啊 嗯什么蹲 就是那个春晚冬奥特别节目 抖雪动图出圈 到日本记者开启爆买模式 并在节目当中热情介绍 再到捷克运动员在vlog当中秀恩爱 还有这摩大哥亲王都要请求工作人员 再带回一个好回家给两个孩子叫差 国外记者和运动员们都自愿 给他当自来水的新近冬奥顶流冰敦敦啊 哇你了解这么多 哦鉴定完毕你是真爱粉 快给我一个你喜欢冰敦敦的理由吧 喜欢冰敦敦需要理由吗 我蹲的颜值那可是杠杠的 360度无死角 浑身上下都是猛点在蹦的人 谁能拒绝一只穿着冰糖葫芦外壳的大熊猫呢 是啊是啊 这可是比浓浓还要可爱的国宝级大熊猫呢 没错 这说到大熊猫啊 在吉祥物的选择上也是非常讲究的 其实呢设计者最初呢 就定了冰糖壳这个灵魂创意 但是在动物的选择上试了好多种 后来发现还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最有分量 最适合代表中国 熊猫的形象憨态可居 代表着友好可爱 冰糖壳晶莹剔透 象征着纯洁 敦敦抑郁着敦厚健康 象征着运动员强壮的身体 坚韧的意志 在2020年底啊 冰敦敦就跟随着 嫦娥五号登上了月球 2020年1月末呢 又伴随着中国探险者 远征南底级 冰敦敦的脚步 也在不断的突破极限 哇哦 好棒呀 农农还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呢 哎呀 除了这些 很多人呢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规律 那就是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盼盘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京京 再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敦敦 发现什么了吗 依我看呀 真是肉眼可见的日渐圆润啊 火石是越来越好了 但是这也象征着我们在不断进步呀 哎 对了 冰敦敦可出现劲敌了哦 俄罗斯可爱吉祥物帽子猫 哎呀 你都会抢答了 可爱这个词啊 成了掌握流量的密码 可爱的冰敦敦 是可爱中国的一个缩影 那么通过冬奥会呢 世界各国越发感受到了 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中国 一个自立自强 同时又热情拥抱世界的中国 一个更加坚定自信 从容大气的中国 哎 说的有道理 可是说了这么多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户一墩啊 这要实现冰敦敦自由 别急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拍回来的 冰敦敦生产线的现场 做一个早家一样是确认这个品质 我们就按这个样子去做这批铃铃铃 是这个意思吗 就保证就是后面跟它一样都没问题 对对对就是这个一个检测一个标准 一个一个功能负责一套模具 一套模具就是在一台机台上 那一天可以做四百个产品 原本要可能要二十来天 因为那个模具非常大 开模的话增长要二十来天 那我们可能现在缩短到十五天 十天去这样去完成一个模具 然后通过模具来增加产品 刚开始呈现出来会有一个瓶剪的动作 就是检测的不良的什么都挑出来 然后到了印刷 印刷之后还会有一个瓶剪的动作 就是说印得不好的再把它剪出来 那就是经历两个瓶剪 包括我们装箱的时候 也会看一下 看了视频之后 心里踏实多了 离人手一蹲的日子不远了呢 落实一户一蹲很迅速 那么在人手一蹲实现之前 看来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忘蹲止渴了 缓解一下我们的相思之苦 再或者可以妙手升蹲 激起大家的创作欲 二创冰蹲蹲 那就有了玻璃蹲 蛋糕蹲 铅笔 冰雕蹲 等等 我看我呀 还是家里蹲吧 等着抢冰蹲蹲呢 冰蹲蹲除了颜值流量密码之外 可是肩负着使命和责任的 冰蹲蹲在国际场合的每一次亮相 都是在向世界展现可爱中国的友好与浪漫 向世人讲述着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我们也期待在获奖运动员的手中 在社交平台的界面上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兵敦敦的陪伴 可以成为奥林匹克历史上 不可磨灭的印记 冬奥加油 一起向未来